我們今次繼續講到認識人深層的問題 之前有講到人的罪性、人的信念和價值觀 今次會講到自卑感、自誇和好性 也可能會講到潛意識體的情況 其實我可以說 人人都有某程度的自卑和自誇 為何自卑和自誇會走在一起呢? 自卑是因為我們在這個世界一定有比較 譬如父母會比較、老師會比較、朋友會比較 尤其在年輕時期,在學校和同學一起時 當然有些同學會很受人歡迎 受人歡迎的人在現在這個世代很喜歡笑人 其實之前都一樣喜歡笑人,喜歡踩人 很多各樣的欺凌方法 或者比較,單是比較 譬如說,有時比較的人未必是有心去令到我們不舒服 他只是說,你看他多厲害、多厲害、多好、進步得很快 有時有些人就會,我又進步得不好 我又進步得進步不了 於是就覺得自己不及人了 所以從小到大,很容易 尤其是有幾個兄弟姊妹 通常父母都很容易會比較 有時就比較 大那個比較厲害 有時又不是的 大那個不及小那個 總之有些地方會被人傷害 我自己也是,其實在我成長的時候 在家裡,其實我是最乖和讀書最好的 但是呢,依然在家裡有很多東西 譬如說,有些東西弄壞了 父母馬上就說,當然是他做的 都未問,已經會這樣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在家裡是最乖的 因為我們家裡的東西全部 父母出了門,我們全部都搞定了 即是他回家之前 我們一定會掃乾淨地面 即是所有的東西都做好了 我們小時候已經學煮飯 煮菜,都懂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 他們都上班了 我可以自己煮飯煮菜 但依然在成長過程 是有很多的 不被認同,不被接納 所以他心裡 其實因為家裡也不讓我們說話 什麼的 即是我們說話 總之家人不會認同 有一次很特別的 有一次我在中學的時候 因為想讀書讀久一點 我試試喝咖啡 第一次試喝咖啡 去大排檔的時候 喝杯咖啡 回來讀書就發覺很特別 然後想讀的時候 血液發 不停在那裡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喝咖啡 到睡覺的時候又睡不了 即是讀書又讀不到 睡覺又睡不到 那我就跟家人說 我不是說誰 總之跟他們說 平時他們都是否定的 什麼都是不行 我說喝咖啡 原來讀書的時候不專心 睡覺的時候也睡不到 如果他回答他 是呀 很舒服 因為很久沒有試過一次 是呀 每次都不是 什麼都不行 譬如簡單 當然家裡經濟不太好 但不是到那個程度 譬如我們說學校旅行五毛錢 當然五毛錢 在那時候 價值是高很多 但也不是高得很厲害的 但是是不准許 是不准許 因為總之不會用錢 在這個情況成長的時候 心裡是有一種自卑的 覺得自己不及人 雖然在學校 我就是高財生 在學校是全校出名的 成績總是最好的 但這件事始終 就算成績好 但是心裡都是會有自卑 到中學的時候 就很明顯有分別 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我們中學是名校 那些同學全部都很厲害 我們教書全部都用英文 我多謝主 我去到中學都一樣聽得懂 那些英文 但是同學很厲害 而且有他們的埋堆 有一次我還記得 有一次我還記得 有一個字 我又不記得了他的過去式 其實我們小學已經唸了 其實我唸的那些是唸得很熟 但是那個字又不記得了 我就問老師 這是什麼字 老師就說 這是過去式 過去式 因為他們是很厲害 很多東西都很厲害 不用老師教的 而且同學很喜歡笑人 所以 在心裡就會有一種 自卑不及人 但也同時有一種 好像很想厲害給別人看 很想證明自己給別人看 有些情況就變成放棄 有些情況我就會放棄 但是在可以的時候 我是想厲害的人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人 當我們有人說 這個東西不行 他就會反彈 不喜歡因為他自卑感 但是他又會說 其實我可以的 他就想證明自己可以 原來人的心裡 當他有自卑的時候 同時也有自誇 就是他想厲害給別人看 他厲害的時候很想人知道 以及好勝 大家看看這些圖 這個小朋友 人家說他又傻 又蠢 又懶惰 又懶惰 沒有用 或者那個女孩又不夠漂亮 一樣都不夠好 他覺得自卑感 他自卑感的時候 他很想證明自己夠好 右手邊的圖就是這樣 有兩個這些 將軍之類 兩個是比較的 他其實有另一幅圖畫 兩個圖畫就是前面 大家都滿了這些徽章 然後這個右手邊那個 他就展開 我還有很多 我多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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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 尤其是男人走在一起 就很喜歡認得厲害 總是不肯認別人的好一點 總是認 總要說自己厲害一點的 別人的厲害 就是自己不夠厲害的情況 那麼這個 在我們心中 都會有這種 自卑 覺得不及人 所以 在神裡面 有很多人不敢發揮 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當做的時候 又很想別人讚他 讚其實不是錯的 稱讚他不是錯的 但很想得到別人稱讚 而得不到的時候 是不開心的 所以一方面有自卑 也都一方面很希望別人會讚他 真言十八章十二節 一起讀 敗壞之先 人心驕傲 尊榮以前 必有謙卑 就在敗壞之先 人就會驕傲 即有驕傲的時候 就一定會敗壞 而在尊榮以前 必有謙卑 即人成為尊榮的人 一定是有謙卑 才會被神提升 我曾經有想過 耶穌到底 他的謙卑 和我們比較 有什麼不同呢 譬如我當時也看過一些文章 說到在大陸 有些人以前受迫伯 或者有些國家受迫伯 他們受迫伯的情況 是很嚴重 受很大的災難 受很大的災難的時候 曾經有人說 他說我受的苦 不讓耶穌釘十字架的勢 可能他真的肉身的苦 比耶穌受的苦更大 但我就在想 那耶穌是否這麼偉大 這麼完美 當時我就激起我想起這件事 但後來我就想通一點 就是我們的謙卑 我們的受苦 因為我們本身是靈開始的 即我們什麼都是沒有的 什麼都是神給我們的 即我們生出來 我們出生 是有父母生我們 尤其是神創造我們 不是我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們出生 的確有些人出生是漂亮的 有些人出生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有些人出生是多頭髮 有些人出生 我小時候有很多頭髮 不要以為我小時候有小頭髮 其實我們去到神學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溶雪的化物 放在那裡 那裡就脫了頭髮 開始脫了 其實那時候 我的頭髮是厚到 洗完頭 是很大的頭髮 但之後是很不同 即是說出生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是領受 什麼都是領受 什麼都不懂得照顧自己 是父母照顧我們 照顧我們 一切都是從神而來的 一切都是人照顧我們 好了 人的謙卑是什麼呢 承認我們是沒有 是靈 然後我們謙卑說 我們什麼都是從神而來 這個就是 神啊 我有一切 譬如有的才幹 譬如我們聰明讀書好 讀書好 其實是神給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頭腦 有這個能力 讀書好 學習得快 這個是神給我們 不是我們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謙卑就是神啊 是你給我們這個能力 是你賜給我 有這個謙卑的心 信耶穌 所以我今天生命被提升 有更大的喜樂 有能力為人祈禱 生命更新 多謝天父 什麼都是從神而來的 好了 但耶穌的謙卑是完全不同 祂的起點是不是零呢 祂的起點不是零 祂的起點是無限量 是無限量的高 即是完全的完美 祂是全能的神 然後祂降悲做人 然後做一個奴博的身份 是一個人看小人的身份 被人鄙視 然後被人鞭打 被人侮辱 然後被人釘十字架 即是去到全世界最羞辱的刑罰 其實神預備給耶穌的釘十字架 是一個最羞辱的刑罰 那有原因是為什麼呢 要救我們脫離羞辱 因為我們個個都有羞辱 我們個個都有醜怪的地方 有很多東西 醜怪不見得人的 耶穌就為我們成為一個醜怪的人 為什麼呢 上十字架其實是脫掉衣服的 聖經也說 祂為我們分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捻 把我的底衣都脫掉 耶穌在十字架上是完全羞辱 祂是至高的神 全能的神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 所有人都是祂創造的 祂隨時可以審判萬民 但是祂沒有這樣做 祂降悲到零 也去到負位數 因為祂去到一個很謙卑的狀況 被人藐視 被人侮辱 所以當我們在想的時候 耶穌 你為什麼會為我們這麼謙卑 去到這樣的謙卑的程度 為我們受這麼大的凌辱 被人釘十字架 以至能夠拯救我們 脫離罪的咒座和罪的懲罰 所以當我們在想的時候 神啊 我真的不配 而我們可以有尊貴的身份 今天也有 有些人是接觸靈界的 例如有些人接觸魔鬼教 他們就有靈魂出竅 他們就會見到一些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從神有好的關係 是發光的 他們會看到基督徒的榮光 其實我們現在也有榮光 即是撒旦、邪靈 他們不能夠接近我的 曾經有一次 我在我的教會 有一個人來我的教堂 他們就說 這裏這麼乾淨 我說什麼這麼乾淨 他說這裏沒有那些髒東西 即是沒有那些邪靈 我說是呀沒有 我說你經常見的 是呀我經常有跟著我的 我說在哪裡 他不進來 他在門口 我走過一步 他馬上飛了 他說不用飛得那麼快 即是我們身上有神的榮光 然後走出路上 我說是否外面也有 他說有 走出路上 看到遠處 他說有一隻 躺在路上 我們走一步 一走他馬上飛了 我們看到我們真的有神的榮耀 我們本來很謙卑 即是卑微的 但是神現在將我們提升到這樣的地位 什麼有的都是神給我們的 譬如我們為人祈禱 有時候有些人為人祈禱 真的很多人會經歷聖靈 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愛 聖靈的醫治 趕邪靈的各樣的事情 這都是神給我們的能力 當我們為人祈禱的時候 是會容易有驕傲的 為什麼呢 譬如去到宣教的地方 他們是有些沒有這個經歷的 當我們為人祈禱 每個人都得醫治、安慰 又趕出邪靈 那些人就立刻蜂擁過來 你有沒有先為我祈禱 那我去到聚會的時候 我為人祈禱 有些人會站在那裡排隊 或者有些人已經走了 但是還有人站在那裡等 但是當我們知道 其實我有這個能力是神給我的 我們就不驕傲 就是我告訴自己 我驕傲就破壞這件事 人在那時候是很容易會驕傲的 就是覺得我自己現在有這個屬靈的恩賜 但是其實什麼都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求主幫我們 首先醫好我們的自卑 自卑又不健康 自卑是什麼呢 自卑就是覺得自己沒有用 神不體重我的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希望的人 那這個就是一個自卑的狀況 但是我們應該脫離這種自卑 就是說我們是寶貴 因為神自卑我們寶貴 但是我們什麼都是從神而來的 所以我們是能夠有謙卑的心 但是不是自卑的心 也不是跟人爭過 是並且欣賞人 說另一件事有時候很難做的 當我們做同一件事 別人又做同一件事 就是兩個人都做同一件事 當我們看到一個人做得好的時候 或者他好有兩種 就是挺好的 不過不夠我們好 這樣的情況 稱讚他比較容易 為什麼呢 自己比他好 但是如果 那些人都說 他祈禱還有能力 牧師 祈禱還有能力 那麼 我們會怎麼想呢 可能 不要比較 但是 可不可以說 欣賞他 欣賞他 神賜給他能力 但是也同時提醒他 不要驕傲 但是欣賞你 神使用你 這個就是在神面前 謙卑有其 一牽涉到我們本身的價值的時候 我們是很容易會反彈 即是一牽涉到我們的能力 就很容易想證明給別人看 我是比他厲害的 我是不差的 但是當我們有這個心的時候 其實神就不喜悅 但是我說神 我有的一切 就是由頭到尾 什麼都是你所賜的 我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賜給我 我們每一個都是 賜給我們各樣的能力 那麼有些人說 唉 我的能力不夠 但是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好像這位姐妹分享 他本來是 那麼多情緒的問題 他現在開始成為一個喜樂的人 可以跟別人相處 他也有一次祈禱 他就開始喜樂 他又能夠跟別人 又可以跳靈舞 他整個生命都改變了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美好的 所以我們就說 神啊 我們原來可以 你將我們由靈開始提升 去到一個這麼高的地位 我們就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的大恩大愛 我們就全心感激你 全心在神面前謙卑 神啊 我有的一切都是你所給的 即是不會想到任何一件事 都是神啊 你賜給我的 我不去誇耀 我也不去跟別人競爭 當我看到別人好的時候 我就欣賞 總是想回那個來源 從哪裡來 我想到 我有的一切都是神給我的來源 也都有人給我的 多謝我太太 有時提醒我的地方 幫助我提醒 也有時有些人提醒我的 我又多謝你們給我的提醒 這個就是我們有謙卑的心 也都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神是喜悅的 好了 自卑的人會有什麼表現呢 他總是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用 即自己什麼都不做到 我們就取代了 用聖經的觀念 我本來沒有用 不過神可以提醒我 有用 神可以提醒我的 神可以賜給我 額外的能力 額外的恩典 譬如我自己學琴 我是學琴 的時間是 真是學琴體譜 即我是跟老師學 學琴體譜 學了七個月 另外我學 另一個老師 是學彈Code 都是學了幾個月 但我另外跟了葉錫安 葉錫安在網上你可以找到的 她是教用和言彈琴 我上了她幾課 但我每課都得到她准許 就攝錄了 攝錄了之後 接著我就重複看 重複看 重複看 重複練習 重複練習 我很感謝神 即是能夠在這個時間 一段這麼短的時間學習 我感謝神 那時候因為我在教會 主要做學生工作 也有教會講道和探訪 但是中間有很多空檔時間 我就在中間不斷練琴 在那時候 其實我現在沒有時間練琴 我家裡也沒有琴 再沒有時間練琴 但是以往練琴 手指已經有靈活程度 有時間都可以這樣做 大家都可以做一下 那些手指靈活 尤其是第四手指 第五手指是比較困難的 總之靈活程度 我感謝主 到現在神都給我保守 這個就是我們多沒用 神可以提升 神可以提升我們 所以你相信 不是每個人都是音樂 無論在哪方面 神都可以提升你的 另外就是覺得沒有人喜歡自己 我以前在中學時期 真的這感覺都挺強烈的 就是覺得自己不及人 那些同學 每個人都好像 聰明一點 帥仔一點 穿衣服又漂亮一點 總是有這個情況 那時候我和一位同學 他也挺英俊的 有一點像阿倫迪龍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識 小少不是很像 小少不是很像 小少像 他是很多女朋友 他是 我們有一個同學 他很搞笑 他去拍拖 他總是跟著他 他又不走 這個同學跟我 即是說 這個同學 很多女生喜歡的那個 他又跟我說 我拍拖 他都跟著我 因為他很想 黏在一起 好像有盆 那樣 而且他 總之有很多衣服 很多漂亮的衣服 他的歌也有漂亮的衣服 他自己也有漂亮的衣服 所以他 很多事情 我都羨慕 但是當我得到耶穌的時候 我發覺 其實我有的 給他更多 其實他有信耶穌 我又感謝主 帶他去信耶穌 但是神給我的機會 去祝福人 是更多更多 其實大家都是 你給神使用 你就真的發揮 原來你的生命 可以這麼大 被神使用 就算世上沒有人喜歡你 神喜歡你 我們喜歡你 你的生命可以發揮 你可以大大 給神使用 還有有些人覺得 自己的前途坎坷 好像沒有什麼做到出來 其實做工的能力 如果你是在做工的 其實在耶穌裡面 可以更有自信 在耶穌裡面 你可以跟別人聊天 其實這些方面 我都可以幫助大家 怎麼說話有自信呢 怎麼說話能夠 例如說 我用一個例子 去見工 很多人見工是很被動的 很被動 就是他問什麼 回答什麼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見工 你可以怎麼做呢 一個主動的見工 譬如假設 假設 有機會有一天 你去一個教會 去見工 去做一個侍奉人員 你去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他問什麼答什麼 但你可以有一種主動的心 就是說 我看到你的教會 那些人很有愛心 那些相片 我看到你們很團結 我看到你們侍奉的人 很熱切 我覺得很欣賞你們 這就是一個主動的 見工的方法 或者是 譬如你去到一份工 那你留意到 譬如那個工作的地方 很整齊 那樣東西都很漂亮 或者你上網 已經認識這個公司 他做的事情都是很有 很有條理 很有智慧 那你了解之後 你跟著你見工時 你跟他說 我上網也看過你公司 我發覺 原來你們做很多事情 都做得很成功 很有智慧 很有組織能力 很欣賞你們 這種主動的方式 是更加令到別人 會覺得你 即是你不是一個 普通的被動的人 你是有自信 我又說另一件事 其實在基督徒來說 我們是 時時跟別人相處 譬如有一天 我們是不應該 自己用自己的方法 追求配偶的 不過如果有一天 神真的感動你 有一個配偶 不是配偶 即是有一個異性 神感動你 這個人是神為你預備的 譬如有一天 神感動你 有些人就會害怕 死了 不行的 神為我預備 不過我自己這麼害怕 怎麼可以呢 但當我們有這個自信的時候 自信的時候會怎樣呢 看到祂的需要 我們就關心祂了 看到祂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祝福祂 我們就祝福祂 當我們跟別人相處 無論是異性也好 同性也好 什麼朋友也好 相處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你很有自信 即是很有信心 很有能力 不會怕 有膽量去做一些偉大的事 即是脫離了這種自卑的情況 進入一個有信心 說的話是祝福人的 是關心人的 更加別人欣賞 即是你無論去到哪裡 你都可以被人欣賞 是一個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你的生命中 你就說神啊 我有什麼地方是有自卑的 為什麼我自卑呢 為什麼我總是覺得不及人呢 我怎麼可以在這些地方得性 譬如說有機會去傳呼聲 傳呼聲也可以 有些人傳呼聲的時候很害怕 怎麼害怕呢 就是害怕 那個人聽到我 傳呼聲會不會反駁 我怎麼回答他 我怎麼去幫他 即是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 不及人 不夠膽 但當我們建立好 我們一方面是知識 一方面是自信 神賜給我們的武器 就是聖靈的寶劍 就是神的道 神的話語答應我的 我全部都有了 當我傳呼聲的時候 我一發覺這個人 是很強烈反駁 我有另一個兵器 就是我不同的反駁 我說不要緊 我告訴你 你慢慢想想 為了你的益處 其實我幫你 向你傳呼聲 都是為了你的益處的 那你慢慢想想 為了你的益處 你想不想將來有一個永遠的歸宿呢 那你自己想想 我們就懂得有智慧 和有這種定力 不給他影響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傳呼聲的時候 他不相信 就跟他包咬頸 反駁 令到對方是覺得不舒服的 反而是做得不好的 所以當我們在神裡面有自信 和建立我們一切的能力 建立神裡面的平安 人家怎麼說我 我都一樣平安 建立在神裡面的喜樂力量 不受環境的影響 建立聖經的知識 各樣的知識 和和人相處的知識 不受人影響 那時候我們說的話 就可以對人有影響 有祝福的能力 人家看到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人很有定力 很有智慧 很有智慧 不受人影響 不會容易發脾氣 不容易負面 人家就會覺得 你真是很特別 為何會這麼特別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顯出這種 活出這種豐盛的生命 從自卑感變成神裡面的自信 但同時是謙卑 很願意謙卑幫助人 也謙卑認錯 譬如有人告訴我們 你做得不好 這件事是困難的 你能不能夠告訴他 謝謝你提醒我 這件事是困難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認輸 認輸好像很醜怪 但有時我們肯告訴別人 謝謝你提醒我 其實他會更加信任我們 這件事我也要學習 因為有時和家人相處 有時我都會反駁 求主幫助我 不要反駁 他有說得對的 有時不服氣 他會說我 有些地方不服氣 於是就不發聲 但下一次我就提醒自己 謝謝你提醒我 好 我留意 謝謝你提醒我 這樣 他更加看到我們有自信 但又不是代表我們任人踩 我們不是做 英文有句話 即是不要做地毯 即是入門口的地毯 被任人踩 我們不是做這件事 我們不是任人傷害 當人傷害的時候 我們怎樣呢? 我們又不受影響 又不激氣又不怒吵 譬如他說 你真的很笨 你告訴我 我哪裏笨 你告訴我 哪裏笨 我留意一下 就讓他說出來 他說不出來 那就不要緊 不要緊 你先想想 你告訴我 這就是有自信的人 即是在心裏有自信 但我又不驕傲 我又不會說 你說我笨 我比你厲害 我比你厲害 這真是不必須的 這真是求神幫助我們反思 我們的生命裏有多少自卑 因為被人欺負得多 被人笑得多 所以我們很想證明自己是對的 好了 自卑的人容易懷疑人的動機 就是懷疑人 他是不是想踩我 想小看我 想傷害我 想容易 而且容易受人傷害 有些人很容易受人傷害 所以我們跟一些人相處 都要很小心 因為這麼多說話一說 一點這麼多提議 那個人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那我們自己又反思了 我們是否容易受人傷害 因為我們說 神看重我 我是寶貴的 就算有人小看我 我不會死的 我也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我們是可以大大發揮的 我問問大家 有幾個 你信了耶穌之後 到今天 你發覺有很多事情 改善了 一直在進步 有幾個 有這樣的情況 好 感謝主 我想給你們一個咪咪說 你說一下 你幾多事情進步了 來鼓勵大家 即在神裡面 拿一個咪咪 你不用說很長的 總之 譬如我自信心 或者跟人相處 情緒管理 幫人的能力 有些什麼地方改善了 你可以拿著咪咪你就說 然後由全美帝哥 我鼓勵每個基督徒都說 我講的是溫柔了 OK 好 這個就是進步了 溫柔了 OK 其他有信耶穌而改變的 有誰 信耶穌而改變 我會 譬如你罵我 我會立刻扯火 以前 現在 現在 現在都扯了 不過火燈了 OK 減少了 OK 信了耶穌之後 就 信了耶穌一路一路去處理生命 去調教自己 其實 我在這氣得什麼呢 我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呢 我一知道我生氣的時候 就開始學不要生氣 去平靜自己的情緒 還有 就慢慢令到自己進步 那些自信就出來 好 感謝主 沒那麼容易生氣自信出來 我也是個人 開始會比較容易生氣 有些人覺得有些人不太守規矩 就不太好 但現在就會包容多些 可能他自己各自的原因 有些事情做不到 又會包容 好 感謝主 還有你放膽在網上放映田 嗯 我就覺得 現在 其實跟了耶穌師 才發現到自己 原來都很容易生氣 以前是容易生氣 不懂得處理 會一直生氣下去 生氣到自己都不知幾時幾天 現在呢 刻意留意到自己 原來在生氣 有些事情我要處理 快了很多 就是一個人是容易生氣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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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经常觉得很厉害,我很厉害, 其实里面那个忧伤一直埋藏很多, 其实顺了主后就医治了,就会笑, 也都不会像以前那样, 根本在看笑的戏都可以哭, 为何我哭,其实也学习留意自己的情绪, 以前就一直是这样, 复制了自己的情绪,不理他,没事的, 这几样改变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即是人的喜乐,一直做优伤。 OK,我们看到这个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是马里尼·梦露, 当时来说是一个很出名的, 性感明星,他有名,有利,有成就, 但没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很憂鬱, 又吃那些精神科的药, 后来通常来说是觉得他是自杀死的, 不过也有人怀疑他是被杀, 不一定是自杀, 总之他就被发现, 在他的家里死了, 即是很可惜一个人, 这么有成就, 但会这么快死了, 好了, 人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就会好胜和认叻, 越引起人的反感, 但当我们, 我们正先经文看到, 尊名以前必有谦卑, 由下面讲到, 对人谦卑更加得人的心, 以及得神的喜悦, 自己的价值建立在神的爱, 以及靠神建立生命, 就是说, 谦卑对人肯承认自己的错, 反而得到人和神的欢喜, 所以, 我都鼓励大家, 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些人, 我们好像在他面前, 不想认输, 或者他说我们错, 我们好像不想认, 那你试试下一次, 多谢你提醒我, 我会留意的, 多谢你, 你看看他的反应, 可能他不表现出来, 不过他会觉得, 咦? 你有点不同了, 而我们持续这样的时候, 他会发觉, 我们真的和以前是不同了, 以及自己的价值, 建立在神的爱, 以及建立生命,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最后讲到, 如何建立自我形象, 就是首先, 神在我们生命中有奇妙计划, 每个人都有的, 每个人都有奇妙计划,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人, 跟从耶稣的人, 一定有个奇妙计划, 那问题是, 你能否进入? 你听话, 你将新的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意更新被神改变, 你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 第二就是, 真心爱, 亲近, 和遵从神, 他就提升我们, 因为神的同在, 就会叫我们结果子, 好了, 我们要学会, 在世上和人相处, 善待人, 建立人际关系, 很多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只懂得批评, 只懂得埋怨, 那我们学习去欣赏, 去留意人说话, 留意人的感受, 回应他, 建立人际关系, 这个讲话的, 其实讲话最主要不是技巧, 是一种心, 我们欣赏人, 欢喜人, 看重人, 于是我们会说话令他欢喜, 第四, 建立主事的能力, 譬如有些人说, 哎呀死了死了, 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那问一下什么问题, 其实各样都做到的, 但他同时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他很急, 其实, 逐样逐样处理就可以了, 我曾经试过一个周末, 是有五篇道要讲, 而当时是一篇都没讲好, 都没写好, 那他心很急, 但是圣灵就提醒我, 你有五篇, 你不能同时写五篇, 你只能写完一篇, 写第二篇, 你最多写快一点, 于是我就开始预备了, 就是逐样逐样预备, 即是有多少事情做都好, 急是没用的, 我们反而平静地去处理, 这个处事的能力是需要学习的, 即是如何跟人相处得更好, 第五, 就是学习侍奉神, 我的生命有价值, 能够祝福人的灵命, 祝福人的灵命的时候, 整个生命, 神喜欢, 整个生命都会提升, 以及建立到, 懂得跟人相处, 整个生命会提升, 第六, 别人不破坏到, 神预备的计划, 他不能破坏, 所以我不需要被人击, 我不需要受到人的伤害, 所以, 建立自我形象, 一方面就是, 相信神看重我们, 第二, 我们建立每一样的能力, 大家留意一下, 你哪一样的能力需要建立, 自处的能力, 即是内心里面, 有没有平安, 輕省, 喜乐, 有信心, 这种自处的能力, 以及能够, 自己做人都平安, 轻松的, 和人相处的能力, 能够说话, 让人接受到的, 能够游和, 我不需要说服人, 我只是说出, 应该要说的话, 我关心人, 回应人的感受, 建立同神的关系, 同神有能力, 即是说, 从神得着能力, 事事, 深信,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即是不会说, 有时有些人会这样说, 哎呀,我今天祈祷不够, 我又觉得同神关系不好了, 其实不会的, 即是我们, 如果有个人觉得, 我要祈祷多长, 才有能力, 才跟神关系好, 那他每天都一定要做到这么多, 当然做到这么多是好的, 但我们跟神关系很重要是信心, 我相信神现在很欢喜我, 我一遵从神, 我一爱神, 神就欢喜, 即是说, 就算我今天很忙时间, 不能有长时间祈祷, 但我一祈祷, 神就欢喜了, 那我就有力量了, 而事实上, 我们整天都可以祈祷, 乘车行路洗碗, 一路可以整天祈祷, 赞美神, 而在祈祷的时候, 一开始就说, 我知道神要欢喜我祈祷, 所以我祈祷一定得力, 神一定祝福, 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说, 我有熟灵低潮, 很多人都有说熟灵低潮, 为什么呢? 他有一个期望, 我要看圣经多, 我要祈祷多, 我要处理到罪,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我尽量抽时间亲近神, 我尽量思想神的话语, 我也尽快处理罪, 有些人觉得很难处理罪, 但是一旦有罪, 我立即处理, 这样的时候, 我即时是得性的, 即是有什么罪的意念, 我立即祈祷得力了, 我们就会说, 我日日和神的关系都好, 当然, 越亲近神的关系越深, 也越领受到神的带领, 越领受到神给我们的智慧, 聪明能力, 和对我们说话, 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就不会说, 我今天有少时间, 今天和神的关系就不好了, 即是我们不会去到一个不好的状况, 我们只要去到一个更好的情况, 如何更好更好, 然后我们建立处事的能力, 处理事的能力, 处理事的智慧, 和处理各样问题的能力, 这样我们就有信心, 什么环境都不受影响了, 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这个主题, 一会分组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这个主题来讨论, 就是说, 社会有什么风气, 令很多人觉得自卑? 譬如你周围的人, 有没有做一些事情令你自卑? 当人有自卑的时候, 为什么容易会自夸和好胜? 为什么自卑又会自夸和好胜? 自夸和好胜会有什么表现? 如何跟人竞争? 说话会如何拗紧? 第三, 自夸和好胜会带来什么破坏性? 如果他自夸的时候, 人会如何对他? 我们如何处理内心的自卑, 自夸和好胜? 就是我们如何处理到我们的生命, 在里面是有自信, 但又不是骄傲的? 我们一起祈祷, 好,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得性, 我们在这一阵, 放下我们的自卑, 可能我们有些地方不喜欢自己,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样子,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样子, 有些人不喜欢自己的不够高, 或者身形, 或者不够聪明, 和人相处不够好, 我们在这一阵, 我们就告诉神, 神虽然我又不好, 但我一悔改, 求主帮我, 神就欢喜了, 我就可以提升了,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些原因, 我们会自卑, 但靠着耶稣, 我们可以处理到的, 可能别人的伤害, 别人踩下我们, 我们就自己继续踩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 在神里面有自信心, 靠着耶稣, 我们首先放下我们的自卑感, 在这一阵, 求主帮我们反思, 我们有什么地方觉得自己不及人, 总是觉得自己做不得好, 没有人喜欢的, 不受欢迎的,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呢? 如果我们有些原因, 令到我们和人相处有问题, 我们都需要悔改, 譬如我们容易和人争吵, 容易耗盛, 容易耗盛, 说话搶着来说, 说话不听人说话, 的时候都会难于和人相处, 求主帮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放下我们的骄傲, 不受人影响, 但是同时, 我们能够谦卑接受人的意见, 求主帮我们有力量, 谦卑地接受我们周围的人的意见, 求主与我们同在深信, 我们的生命可以提升, 我们的生命可以去到一个高的层次, 让神大大使用, 多谢天父, 神祢看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宝贵, 求主帮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可以大大发挥, 我们不用做一个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人, 我们可以极度提升,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祈祷 阿们 王 是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